大家早安 哈囉,起床了沒 我相信大家都很聰明 如果你已經知道要做什麼 可是不知道 How 你還可以上網 現在的網路上有很多資源 比如說我想學一個新軟體 Photoshop Illustrator 上個網就知道了 或者我們學怎麼游泳 疊死搞不清楚 在網路上也有這個資訊 當然也要有實際的練習 那些知道自己的夢想 知道自己的目標的人 大概都知道要做些什麼 問題是出在行動力 不然每個人都是成功 最近上網有隨便亂搜尋 然後不小心找到一個方法 當然這個方法之前有體驗過 只不過這個作者把它說明得很清楚 會讓你增加你的行動力好幾倍 想要分享給大家 我還要做幾個抵抗 我還能夠 blog 會有同時開閃 我們還要做幾個抵抗 我們還在其中下 還要保留 還要做大多數 還要做幾個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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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SA was there. It's the stupidest story. I literally went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I counted out loud, and then I stood up.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ree months, I had beaten my habit of hitting the snooze button. I couldn't believe it. And I thought, wait a minute. Counting backwards? That is the dumbest thing I've ever heard in my entire life. Well, the next morning, I used it again, and it worked. The next morning, I used it again, and it worked. The next morning, I used it again, and it worked. And then I started to notice something really interesting. There were moments all day long, just like that five-second moment in bed, where I knew knowledge, what I should do. And if I didn't move within five seconds, my brain would step in and talk me out of it. 這個方法有點像曾經,大概十幾年前,還單身的時候,然後很想認識女孩,用的一個方法叫做 Three Second Rule 那這個 Three Second Rule就是,假如你看到一個女孩,你很想跟她認識的話,或者你在夜店看到美女,你就只有三秒 三二一,你就要往她那邊走,面對面跟她說Hi 不管你已經想到,或者還沒想到,你該說什麼,你就要去了 她就是一種行動力,可以突破你腦筋一串連的藉口 所以我第一次跟我老婆講話,是在電梯裡面 I wasn't really thinking 但是我覺得結果是很完美的 我非常開心 雖然那一刻滿尷尬的 那你自己來評估你算不算有行動力 如果沒有的話,可能你想太多 也許你太在乎別人對你的看法 但以我的經驗,我發現太在乎人家的看法,會不開心 會變成在社會上你的地位很低 你想想看嘛,你的老闆有在在乎你的看法嗎? 反而是你比較在乎他的看法 我不是說明天你就不要在乎你老闆對你的看法 你還是要在乎 不然我怕你被炒魷魚 只不過有時候,我們不了解這個法則的時候 會有其他人,我們太在乎他們的看法 我們會限制自己的行動力 所以想解釋一下這個法則 這方法不但可以面對恐懼 也可以克服懶惰 比如說你六點鐘還在賴床 但是你知道你要提早起床 因為你要去跑步,跑步一個鐘頭 你可能會有一大堆藉口 明天再開始啦 或者今天好冷喔,今天再下雨 那你在頭腦就倒數5,4,3,2,1 你要想像那個火箭喔 然後就... 你就會起來了 超妙的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以為 我們用我們頭腦說服自己去做一個事情 其實不要用自己的頭腦去說服自己去做事情 你就去做 你就是倒數5,4,3,1 然後你就去做 什麼都不用想 套用這個方法 我發現自己最近比較多行動力 像今天就比較早起 那我覺得這個方法一定有效 因為曾經有一個經歷 就是高空彈跳 Bungie Jumping 在跳之前啊 你所有的細胞 就跟你講說 我才不要跳呢 你往下看 超高的 你就是那種死亡的恐懼 就已經臨到你的身體裡面 你每個細胞都有恐懼 還好那次高空彈跳 有一個教練 他是一個軍人 我們在下面的時候 他就告訴我們說 我們上去的時候 我會倒數5,4,3 3,2,1 然後我叫你跳 你就要跳 然後這樣一講的時候 我上去 我覺得好高 我覺得我才不要跳呢 你這攻擊 我就想說 我才不要跳那麼高 你要我去死 因為那個其實 綁在你腳上 其實是鬆鬆的 覺得是這樣夠嗎 會有一大堆藉口 一大的疑問說 我不要跳 但是他下面 我們已經講好了 我還跟他說OKOK 所以我在上面的時候 他就倒數 5,4,3,2,1 跳 他沒有推我 但是我的腿就軟 然後就是往前倒 我就這樣 啊 就是整趟呢 就是在叫 就是在大喊 然後我沒想到 我真的會跳 那是因為他有倒數 如果當年他叫我上去 然後跟我說 你準備好了你再跳 你自己想想看 我永遠不會跳 一定是等一個小時 還是等兩個小時 其他人都不用跳了 我就一個人在那邊看下面 然後可能一個小時之後 我想清楚了 我才不要跳 但是還好他倒數 很多需要套用行動力的事情 我們就可以在心裡 就是想 5,4,3,2,1 火箭 起飛了 然後你就去做那個事情了 這是我今天很短的一個分享 希望有幫助大家的人生 用這個行動力的這個 mental trick 來幫助大家 那你現在想想看 你有什麼事情 你知道你該做 你知道你做了 這個人生會提升 但是你已經拖了很久 那就請大家開始倒數